还记得嘉义来一派出所所长林炳南 他那个时候拱手的拜托直升机啊 一定要再回来救救来吉村 那一幕真的让好多人感动 而中天记者挺进到了来吉村 看到了所长现在还是坚守岗位 一个月没回家了 透过我们的镜头 他这回是要向他的七小来喊话 还记得这一幕吗 巴巴水灾后山区部落断粮好多天 好不容易等到直升机来救援 就在直升机要起飞时 嘉义来吉村派出所所长林炳南 拜托直升机一定要再回来 这一幕感动了许多人 照片中的主角就是眼前这位 刚那天怎么会拱手拜托 所长不禁流露铁汉柔情 新的沉通来这边待这段时间 真的感受很多了 这边的好山好水 就这样子一夜间把他毁掉了 感慨良多所以 记者访问所长的位置 正是大片土石流崩塌的地方 防御楼淹得只剩半楼 来吉派出所的指标掉落在地上 不便的是派出所长从未离开过岗位 电信水电的断信好久了 刚好那天有飞机过来两三趟 拜托他继续给我们支援物资 不然这边真的也十五天没得吃 戴着墨镜穿着雨鞋 脚踩的大小石块不停工作 其实莱吉所长是嘉义士人 已经一个月没有回家了 提到妻女 她说真的很想念 老婆小孩 在这边都很安全 很平安 你们放心 但是从事公务人员 公普还是以村民为重 把握机会向妻女说说话 就像当初对了直升机 帮灾民求救 都是一份爱 一份关怀 他就是莱吉村的派出所长 中心希望黄梦珍成立如SNG小组 嘉义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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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